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说 你是山东 你是东北 很复杂 待过的地方很多 都不长 最长的是在台湾 待了六十多天 所以我们就想到 从前有一部电影 美国的叫《根》 就是黑人寻根 最早找到 找到 找到 它根源在哪里 那真的是根源吗 现在想想 信了耶稣之后 我知道上帝创造万物 然后照着他自己的形象 来造人 造男造女 当你自己知道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是被造的 而且他负责道地 一直到将来 重新跟上帝在一起 回到天家 那你就觉得 这个旅程是圆满的 是美好的 有的人寻根 不记得从前 有家回不去的感觉 那你自己想着 那事实痛苦万分 思念自己的亲人 思念自己的父母 思念谁 但是有些事情 不是我们能决定 可是更高处 你去仰望 我们从哪里而来 我们在旅途上 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过程 再之后 因为人接受了耶稣 信了耶稣 你的罪被赦免之后 你重新能够与上帝和好 那这种美好的关系 我觉得真的是好的无比 也许在今天 你听来还觉得不是太了解 可是我从不了解 从反对 到认识 到接受之后 我变成了蒙恩 我信了耶稣 我蒙恩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知道我的根源在哪里 所以 亲爱的朋友 当心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上帝赐福吉 我拿到赌福吉